这个男人喜欢和死神约会,一次次濒临死亡,又奇怪的离奇恢复正常,一次次离奇在死亡徘徊的过程,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秘密呢? 新来的朋友可以长按两秒点赞支持一下,咱们接着往下讲,今天的主人公叫黄忠玄37岁,是重庆山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,说起他的离奇经历,那还得从黄忠玄八岁那年说起,黄忠玄放学回家,正在院子里和几个伙伴打闹, 黄忠玄突然就倒在了地上,身旁的小伙伴晃了他半天都没回应,家人赶到后看到黄忠玄脸色发青,十分的紧张就把手伸到了他的鼻子下面,大事不好这孩子怎么没气了,黄忠玄的母亲抱着儿子哭了一个多小时,村民们都劝他节哀顺便,可是没想到奇迹竟然发生了,一两个小时后黄忠玄就恢复了,后来慢慢的脸色也变红了,当黄忠玄突然坐起来的时候,着实把家里人都吓了一大跳, 黄忠玄事后表示,只是觉得当时这脑袋好像被人用棍子猛击了一下,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,黄忠玄的这次死亡经历给黄家人不小的打击,他们担心黄忠玄以后再会发生这样的事,可是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,就在黄忠玄18岁的时候,他走在这个泥泞狭窄的田梗上,突然就一头栽进了田梗边的水塘里, 这次更加离奇的事情发生了,这个男人喜欢和死神约会,一次次濒临死亡,又奇怪的离奇恢复正常,一次次离奇在死亡徘徊的过程,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秘密呢? 这次黄忠玄可是直直地栽进了水塘里,好在旁边有个小女孩也在劳作,看到此情景,立马就跑回家叫大人来,姑娘的父亲一看这么浅的水塘,怎么可能淹死人,但是黄忠玄面朝下趴在水塘里的毫无反应,事不宜迟父女俩干忙把黄忠玄拉了上来,凑紧一看黄忠玄已经没气了,几个小时之后父女俩找来了黄忠玄家人,看到黄忠玄满脸泥巴面色撇清呼吸停止,他们脸都下摆了, 亲戚们听说黄忠玄溺水身亡的消息之后,带着花圈来了可就在准备给黄忠玄下葬的时候,所有人都吓坏了,他居然一下子又坐了起来,再一次死而复生了,黄忠玄又一次从死神的手里逃了出来,莫非他真的能够在水下憋气十几分钟? 全家人又惊又喜,觉得黄忠玄可不是一般人,黄忠玄倒枪了半天水窒息了几个小时,最后又在阴曹地府转了一圈又回来了,这个爆炸性的消息一下子就在村里传开了,而且是越传越邪乎,为什么他总能游走在生死之间,每回都能死而复生呢? 可就在这时黄忠玄的这次经历,可是谁都说不清楚了,这个男人喜欢和死神约会,一次次濒临死亡,又奇怪的离奇恢复正常,一次次离奇在死亡徘徊的过程,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秘密呢? 那天黄忠玄爬上自家后院的一棵橘子树斋橘子吃,突然间他的死亡征兆又来了,只听见啊的一声黄忠玄从树上掉了下来,黄忠玄的父母立马赶过去,可是眼前的一幕让黄忠玄的父母都震惊了, 看到儿子浑身是噱头上面大大的伤口,这回黄忠玄的母亲可不敢再把他放在一边,等着他自个儿活过来了,赶紧请来了村里卫生站的医生,医生用了多种方法照眼球,侧脉搏,这是检测生命体征最简便最实用的办法,黄忠玄没有反应,那是不是说明黄忠玄死了呢? 可就是医生在给黄忠玄缝合头上的伤口时,医生听见了很微弱的心跳声和呼吸声,这次黄忠玄的母亲带着一丝希望,又把儿子放在了床上整整七天,黄家人都准备彻底放弃了,可就在这时黄忠玄又活了,就在这时大医院里的黄教授,心中也有很多的疑问,仔细询问了相关的人员, 原来是给黄忠玄数了三天夜,消除了炉内的水肿,给治疗起了大作用,而且医生发现黄忠玄有癫痫的症状,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黄忠玄一直发病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之内说出自己的看法,我们一起讨论,也请大家转发推荐,长按点个赞你会发现惊喜,你们的支持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,我们下期再见